女友每年都会去拜祭她的前男友 我无力阻止只能包容 可就在我们领证当天 她拜了好几年的前男友突然出现了 他们理所应当的复合了 而我浑浑噩噩的走在路上 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再睁眼 回到女友还非要冒暴雨 去给她前男友拜祭的那一天 这次 我没有苦口婆心的劝她改天再去 消息传来 她从山坡上滚落 双腿面临瘫痪 我从北城回来的第一天 就被刘母堵在家门口 你死去哪里了 我女儿出事了 医生说她有可能双腿瘫痪 你作为她男朋友 关键时刻怎么不拦着她 任由她到雨天跑去山上 柳母嘴上骂骂咧咧的 跟她一身贵妇装扮一点都不搭 活脱脱就是一个泼妇 看着她气急败坏的模样 让我想起了 当初我刚跟柳如烟在一起时 曾有媒体采访她 问她对我的看法 她对着镜头 满脸不屑的说 就当我女儿花高价买高兴 她不仅贬低我的人格 还把我当成了那种玩意 因为这件事 我跟柳如烟闹过分手 偏偏那个时候 我父母偷偷向柳如烟借了一百万 狗仔知道这件事后 造谣我是软饭男 柳如烟亲自出面解释这件事 还对外说这辈子非我不可 我被她的坚定的选择感动得不行 曾经 我对她每年都去拜计前男友这件事 颇有为辞 虽从不阻止 但心里始终有疙瘩 被柳如烟公开后 我觉得她重情重疑 可以相伴一生 可我忘了一件事 活人是斗不过死人的 尤其是放在心肩上的死人 见我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柳母冲上来想伤我耳光 我侧身躲过 她扑个空 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 她痛得直哀嚎 我懒得扶她 转身去开门 屋里的人听到动静 弟弟最先跑出来 见柳母跌坐在地上 她立马上前搀扶 一副谗媚的模样 对着柳母嘘寒问暖 柳母站起来后 立马推开弟弟 嫌恶地拍拍她碰过的地方 转头对着我怒骂 废物 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我柳家的门 不稀罕 我的冷漠 让她的表情瞬间凝住 毕竟过去我看在柳如烟的份上 对她一直都是恭恭敬敬的 弟弟故作不满道 大哥 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长辈 太没教养了 但她眼底是止不住的狂喜 她喜欢柳如烟 为了能跟我有七八分笑 她瞒着全家人去整容 结果把自己的鼻子整歪了 花了好多钱才知好 爸妈知道这件事后 从不主动喊我回家吃饭的他们 隔三差五 就让我带柳如烟回家吃饭 吃饭期间 爸妈还故意支开我 给他们制造独处空间 弟弟再怎么投怀送抱 柳如烟也没有半点过节 于是弟弟捏造绯闻 收买媒体 让他们乱造是非 说柳如烟真正喜欢的人是他 爸妈也故意在外面乱说话 说柳如烟每次到家里 对弟弟非常体贴温柔 两人就跟一对小夫妻似的 爸妈想来偏心弟弟 什么好东西都先救着弟弟 得知我的女友是柳家继承人士 他们天天给我打电话 从头到脚贬低我 目的就是让我把女友让给弟弟 在他们眼里 弟弟值得拥有一切 而我 有女人要就行 不管那个女人是什么东西 从那之后 我回家的次数变得极少 谣言不攻自破 弟弟因此恨上了我 眼下见我跟刘母吵架 他得意的不行 为了掩住眼里的笑 整张脸都快扭曲起来了 此刻的他 恨不得我跟刘母彻底闹僵 好让他有机会代替我入这豪门 我没搭理他 进门后第一时间就是把门反锁 他在外面忙着奉承刘母 好意痛马屁拍下去 只得到了刘母一句话 没脸没皮的玩意 滚远点 骂完弟弟 刘母又对着门大喊 给我滚出来 跟我去见我女儿 如果不是我女儿非要见你 我才不会踏进这里半步 任凭他在外面怎么喊 我也没有当一回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面终于没声音了 当晚 柳如烟的一个闺蜜居然给我打电话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圈子 那些人瞧不起我的身份 我也懒得迎合他们 从不跟他们正面接触 烟烟住院了 你知道吗 冷冰冰的质问声从手机里传来 如果不是他自到家门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有我的电话号码 然后呢 我问道 前段时间他就出过车祸 要主拐杖走路 你作为他的男朋友 为什么不阻拦他在恶劣天气去山里 现在他伤上加伤 双腿有可能瘫痪 在他最受伤的时候 你不问不问 就连他给你打电话 发信息 你也一律不管 你该不会是把他拉黑了吧 其实他心知肚明 柳如烟去拜祭前任 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 可他们偏偏让我当这个恶人 明知身体没好权 还非要去拜祭前男友 说明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劝他不去 他只会认为是我妒忌死去的人 还有 一周前我就已经跟他分手 我跟他最多算是认识了几年的陌生人 重生回来的第二天 我就跟柳如烟提了分手 上辈子 我并不知道柳如烟出车祸的原因 以为是意外 这一事 我去查了监控 他是为了保护前男友的妹妹 才重伤的 好一个爱屋即屋 我提出分手的时候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毕竟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底部 他揉着眉心 一脸疲倦的对我说 你能不能别在这个时候给我添乱 真的很烦人 每年到了他前男友继日的前一周 他都会进入这种要死不活的状态 所以他圈子里的人都说他的真爱永远只有一个 我不是唯一 只是之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下来 在我打算挂断电话时 他缓缓开口 你该不会是因为奄奄受了重伤 才抛弃他的吧 这些年为了跟你在一起 他备受多重压力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提分手 你的心够狠的 我跟他在一起的这几年 我们之间的花销是平等的 礼物也是有来有往 他父母在公开场合辱骂我 我忍了 你们圈子瞧不起我 多次贬低我 我也忍了 你凭什么认定只有他备受压力 我没有 他每年都被所谓死去的前任败寂 每当这个时候 媒体都把我说成代替品 仿佛我不是他的正牌男友 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 我每次都忍了 就因为我爱他 我跟他在一起的今年开始谈婚论嫁 我开心的不行 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 可换来的结果是 他断牙时分手 还是在领证当天 我一个人等了一天 打爆他的电话 直到民政局下班 他仿佛消失了一般 却在当晚 爆出他为前任拍下一颗天价钻石当礼物 我喊他 所以这一事我没有劝他过几天再去拜镜 而是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不管他是瘫痪 还是怎样 都与我无关 没等那人再说话 我把电话挂断 顺便把这个号码拉入黑名单 之后 我给好友陈泽打去电话 说明来意后 好友陈泽气得咬牙切齿 向我保证 你放心 我会办妥这件事的 两天后 一个留言突然传开 某个落魄家族的公子为了真爱 装死装失忆 跟真爱隐居在一个偏僻的小渔村 因为没有指名道姓 越发引起了八卦网友的好奇心 网友的力量是强大的 很快就有人猜到了伊藤城头上 不会是当年去贫困山去之交 遭遇了泥石流 最后连失手都没有找到的一家公子吧 只叫个屁 那叫喜白 他不是撞死了人吗 一下车就说 穷鬼不长眼 害得他的跑车都沾血了 当时很多人都想打他了 如果不是警察来得快 我知道一点真相 其实不是他撞死人 是他的女友撞死人 他自愿顶罪 因为他家里有钱 赔钱就可以不用坐牢 这条评论很快就引起了新的挂 不用好友陈泽满水军 热度就已经是当日低 让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圈子里地位最高的那个人 给我打来电话 一开口就是 你用得着诋毁一个不在人世的人吗 烟烟对他只是念想 他已经不在了 根本不会影响到你的地位 你竟如此容不下他 没等他说完 我把电话挂了 但我没有拉黑他 而是发了一个地址过去 附带的还有一句话 麻烦柳如烟跟伊藤城所死 不要出来祸害别人 他不明所以 还想打电话过来 这次我才把他给拉黑 傍晚 一个影后昏变的新闻报出来 没半个小时就压下了伊藤城的事 很显然 有人在背后做公关处理了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在乎事情往哪个方向发展 父母假惺惺的打电话过来 问我跟柳如烟是不是分手了 得到我的确定回答后 他们的语气一下子就亢奋了起来 就知道你没本事入这豪门 幸好我们还有你弟弟 你弟弟这几天在医院贴身照顾刘小姐 他们两人的感情可好了 就是可惜了柳小姐的腿 医生说瘫痪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柳家有的是钱 多请几个庸人照顾就是了 我笑而不语 既然他们坚信弟弟能入醉到柳家 那就让他们好好做这个白日梦 与我无关的人跟识 我断然不会多嘴半个字 他们打着通电话 为的就是试探 我对柳如烟是不是真的死心了 得到满意的回答后 他们很快就把电话挂断 从头到尾 他们对我就没有一句安慰的话 我对他们的失望 就是日积月累起来的 所以我一点都不难过 几天后 柳母带着两个保镖过来 她要抓我去医院看她女儿 保镖在外面砸门 我在里面报警 可警察还是晚来一步 我已经被他们带去医院了 VIP病房里 然后快速从床上爬下来 两个护士赶紧拦住她 一旁的弟弟也冲过去扶她 被她一把推开了 纪博长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她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手往我这边伸来 眼眸间有几分可怜跟委屈 旁人看来 她爱极了我 我站在原地 满眼冷漠 柳母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手 咬牙道 我女儿喊你 你聋了吗 她根本就不希望 我跟柳如烟有接触 是柳如烟闹得太过 不肯配合治疗 她实在不得已 才把我抓过来的 我一巴掌打掉她的手 冷声道 你有病了 绑架我过来 等会警察来了 你跟警察解释 弟弟怒视我 大哥 烟烟姐姐都这样了 你怎么还闹 你能不能有点孝心 我无视她 转身往外走 柳如烟刚被护士扶到轮椅上 见我要走 她一下子急了 猛地扑过来 整个人扑倒在地上 发出很大的响声 可见摔得有多重 我没回头 继续往前走 结果刚出门 就跟来人撞个满怀 来人正是柳如烟圈子里 地位最高的那个女生 白杰 跟在她身后的 还有一人 伊藤成 本来还在挣扎的柳如烟 再见到伊藤成的那一刻 瞬间安静了下来 两人四目相对 更多的是道不尽的情爱 伊藤成红着眼圈 快步上前 扶着柳如烟的手 轻呼一声 烟烟 我回来了 柳如烟眼里 闪烁着激动跟惊喜 她紧紧地握住 伊藤成的手 生怕她再次消失 我本来要离开的 看到这一幕 脚步又自主地停了下来 忍不住想看 这出团聚的戏码 刘母瞪大双眼 见伊藤成居然敢找过来 她抬起手 对着伊藤成的脸 就是两巴掌 你这个畜生 你昨天才拿了我的钱 说这辈子都不会见我女儿 你都已经有老婆孩子了 怎么还有脸过来 刘母满脸暴怒 打完两巴掌 她还狠狠踹了伊藤成挤脚 原来在新闻报数的那一天 她就猜到 是我在背后操控 她知道我不是一个 无缘无故搞事的人 更别说是造谣一个死人 于是她找人调查了 我前段时间去过哪些地方 顺藤摸瓜 她发现了伊藤成的踪迹 伊藤成对那个女人是真爱 当初一家败落 但凡她愿意跟柳如烟结婚 柳家都会拉一家一把 但她没有 而是选择假死 跟真爱隐居 她的真爱是因为饭事 不得不躲起来 所以他们两人 平日里都是打散工度日 生活拮据 爱不能当饭吃 几年贫苦生活下来 她深深厌烦了曾经的真爱 上辈子 为了找借口回来 她假装失忆 成功博得柳如烟的同情 重回白月光的地位 这一世 还没等她有所行动 我就先引导他们去找她 占据先机 让她无路可走 柳如烟赶紧拦住柳母 可她行动不便 很快又从轮椅上跌落下来 伊藤成扑通一下 在柳母面前跪了下来 哭着说 伯母 我是听说奄奄身体不好 实在担心 才过来看她的 至于你给的钱 我现在就还给你 我向你保证 等奄奄身体好起来后 我立马离开 再也不出现在她面前 柳如烟大怒 妈 你怎么能用钱 侮辱腾成的人格 她好不容易才回来 你不能这样对她 柳母气急败坏 你是在怪我吗 她假死跟真爱 躲在偏僻山区里 人家过得风流快活 你每年都去拜计她 甚至因为拜计她 导致双腿坏死 我怎么就伤了你 这种没脑子的东西 人家把你耍得团团转 你的爱就是一个笑话 我是不喜欢继伯长 但我更恶心 依腾成 如果你非要跟她在一起 我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看得出刘母非常生气 表情都快扭曲起来了 依腾成赶紧解释 我母 以前是我年少无知 错过了烟烟 如今我已经醒悟过来 我心里真正爱的人是烟烟 曾经是 以后也是 求您给我一次机会 她不停地磕头 看起来诚意满满 这一事 失忆这个借口行不通 刘母跟白杰前后脚找到她 找她之前 两人都派人观察过她 很清楚 她有没有失忆 所以她只能咬定 她爱的人是柳如烟 跟所谓的真爱在一起 只是被骗 我在一旁看戏 看得正起敬 白杰突然对我说 对不起 之前误会了你 我怂怂肩 没说话 我对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没有任何好感 他们从来不拿正眼瞧我 觉得我出身太差 配不上柳如烟 现在回想 依腾成的家族也没落了 但他们对依腾成 从来都是包容的 可能是依腾成 曾是他们圈子里的人 而我 从来不属于那个世界 所以他们打心底排斥我 曾经的我不在乎 如今的我 更不屑于他们为伍 啪的一声 巴掌声响起 打断我的回忆 我抬头看过去 只见刘母又扇了 依腾成几个耳光 她的手劲不小 几个耳光下去 依腾成的嘴角开始流血 脸部红肿 整个人看起来好不可怜 看到这里 我觉得有些无趣 转身离开 白杰跟在我身后 她似乎还想道歉 但我性子偏冷淡 又一直无视她 我欠你一个人情 我不想接 她硬塞给我 我冷笑 转头把名片扔进垃圾桶 她人脉再厉害 地位再高 也跟我没关系 我已经有了新的打算 就是离开这个鬼地方 重活一世 我要为自己而活 白杰见我丝毫不给她面子 眉头微皱 你就这样讨厌我们吗 我十分诚实地点点头 我恶心你们 见我如此直白 白杰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意外 在她看来 我应该像条哈巴狗一样 一脸谄媚的巴结 她们这些有钱人才对 更别说 我已经跟柳如烟分手 日后我见她们一面都难 更别说求她们办事 看着她那张憋屈 说不出话的脸 我心情大好 转身离开 一周后 我办理了离职手续 也选好了留学的国家 令我意外的是 柳母不知道从哪里查到 我要出国 她可能是发现了 我对她女儿真的没有感情了 加上伊藤诚又回来了 她担心柳如烟 会因为伊藤诚跟家里闹掰 她一脸勉强地找上我 态度没从前那般目中无人 但也好不到哪去 我也懒得给你废话 来找你 就是希望你能把燕燕 从伊藤诚手里抢过来 到时候 不管你是想入坠柳家 还是只要钱 我都答应你 看样子 比起我 她更厌恶伊藤诚 我不屑一笑 没说话 她怒目一瞪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多看你们一眼 都觉得无比恶心 趁我态度还行 劝你赶紧滚 我既不想进你柳家的门 也不想跟柳如烟有半点来往 更不谢你的钱 柳母一直都以为 我是为了钱 才跟柳如烟在一起的 在她眼里 真爱是笑话 门当户对才是真理 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她的认知 更多的时候 的确是门当户对 才能走得更远 但我从未想过依附柳如烟 我拼命努力工作 考证 一步步走到今日的总监职位 我的能力有目共睹 就算跟柳如烟分开 我也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柳母气得浑身颤抖 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看着她气急败坏的样子 我浑身畅快 微笑道 但凡你要脸 你都不会来找我 伊藤诚是柳如烟的白月光 她想拆散那两人 必然会得罪柳如烟 别看她嘴上 拿断绝母女关系 来威胁柳如烟 实际上她很害怕柳如烟 会为了伊藤诚离开柳家 她只生了柳如烟一个 但柳父并非柳如烟一个孩子 之前就有狗仔跟踪到 柳父在欧洲 还有一个家庭 有老婆跟两个混血孩子 柳老爷子不喜欢那个英国女人 以及那两个混血孩子 柳父才没敢接回来 今年柳老爷子病危 柳父在欧洲待了三个月才回来 很多人都猜测 柳父会接回那两个混血 只是时机还没成熟 如今柳如烟还自己作死 只是受伤的腿 变成了极大可能瘫痪 柳父怎么可能允许 柳家的继承人是一个残疾员 除非柳老爷子死前写下遗嘱 把柳家交给柳如烟 否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这句话成功击退了柳母 他一脸愤怒的离开了 不得不说 依腾成还是很有手段的 才回来几天 他就占据了个大头条 一开始 大部分人都是在骂他的 慢慢的 由水军开始往他跟柳如烟的爱情故事上引流 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小姑娘 为他说话 小哥哥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有喜欢的人就勇敢的追求 不爱了就放手 我要向小哥哥学习 柳家大小节误以为心爱之人失去了 每年都给爱的人上粉 这爱情也太唯美了 某些人总揪着别人曾经犯过的一点小事 说个不停 我就想问问 你这辈子没犯过错吗 做人宽容一点不好吗 抛开事实不谈 他自己真的一点错没有吗 类似评论很快就占据了个大头条 但清醒的网友也不是吃素的 纷纷对了回去 他开车撞死人 事后还大言不惭的说人家命不值钱 写赃了他的跑车 人命在你们眼里竟成了小事 真特么够可笑的 老子这辈子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要宽容你自己宽容 别拉上我 我怕雷劈你的时候 殃及旁人 他跟刘某嫣之间的爱情 真够无语的 如果我没记错 刘某某是有男朋友的吧 每年都去拜祭死去的前任 可见他心里根本没男友的位置 真替那个哥们感到心寒 死去的白月光 听说刘家大小弟的腿 就是坚持在暴雨天去给他拜祭 从山上滚下来 从重伤变成了瘫痪 很难平 真是一对颠攻颠魄 伊腾成本来是想公开他回来的消息 借此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没想到网络是有记忆的 他犯过的事 其他号码打来的电话 我十分意外 毕竟死去几年的白月光回来了 还贴身照顾他 他不可能想起我这号人物才对 纪博长 我们谈谈 可以吗 他的语气似乎有些疲倦 你要么直接说 要么就挂电话 我一点都不想见他 别挂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 着急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还多了几分哀求 我冷笑 柳如烟 你摆这副姿态给谁看 不要忘了 当初我给过你选择的 跟他提分手的时候 我并非没有给出理由 家庭背景 两人的圈子 未来面临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 他对我的感情是否真实 他明知道 每年去拜祭前女友 我都会遭受群嘲 可他依旧我心我素 他说 腾诚已经不在了 我现在爱的人是你 只是心里仍放不下他 真可笑 我怎么就被这种谎言给打动了 电话那头没作声了 因为他选择了前男友 我冷笑 帮他回忆 你是这样对我说的 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牵挂 说完 我把电话挂了 在我飞往某个小国的潜意中 柳家罕见的开了发布会 准确来说 是刘母一个人 找了一大批媒体 来攻击一腾诚 镜头下 他一脸悲痛 哭诉一腾诚为人恶劣 假死 跟人私奔 还生了几个孩子 现在又跑回来 缠住他女儿 他女儿重感情 被迷得想嫁给他 很显然 刘母想毁了一腾诚 哪怕伤及母子感情 可见他对一腾诚的厌恶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 这痛操作下来 除了表明柳家 以及柳母的态度外 什么都不能改变 有狗仔拍到 一腾诚还是在医院里 贴身照顾柳如烟 不仅如此 他还把最像他的小儿子 带到病房里 他深爱无疾无这套 他有孩子这件事是瞒不住的 还不如想办法 让柳如烟接受他的孩子 哪怕只有一个 这件事被狗仔拍到后 又是一个大笑话 我离开的那天 好友陈泽来送我 我们两人有说有笑的 从车上下来 好友陈泽帮我拉行李箱 嘟嘴抱怨 车外的陈泽传来尖叫声 下一秒 一辆车朝着陈泽撞去 因为冲击力很大 车被撞得往前移动好几米 我正好是在副驾拿东西 弹出来的气囊 保护了我的头部 但身体还是有撞伤 我顾不得身上的痛 赶紧跑去看陈泽 陈泽躺在地上 行李箱倒在他跟前 一辆被撞坏了保险杠的白车 还在启动 可能是撞坏了发动机 车子意识动不了 我一边大喊救命 一边检查陈泽 陈泽的额头不断流血 人陷入了昏迷 情况看起来很不好 幸好机场保安赶来得快 加上也有警察 白车上的司机 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当警察把白车司机压下来时 我整个人都震惊 竟然是伊藤城的弟弟 他以为自己的诡计得逞了 一开始还笑着 当他发现 地上躺着的人不是我 而是一个陌生男人后 他瞪大眼睛 怒吼道 纪博长 你怎么没事 我怒到几点 冲过去 狠狠地给了他几圈 警察差点没能拦住我 随后 救护车赶来 陈泽被送去医院 经过检查 陈泽的手臂骨折 还有严重的脑震荡 胃部有点出血 我在抢就是外面等手术结束 身体止不住颤抖 白姐来的时候 陈泽的手术正好结束 医生说一切顺利 好好休养就行 听到这话 我如释重负 白姐也明显松了口气 说 我会负责你朋友全部的医疗费 包括后期的营养费 用不着 我有钱 我不是过来给他们说好话的 只是发生了这种事 谁也不想 就当是我们圈子 给你们的弥补 给我滚 我不想跟这种人 多废话一个字 白姐一脸不悦 强调道 你不要对我有偏见 我完全可以 不用管这件事 只是因为跟你有关 我才多关心一下 真是谢谢你呢 我嘲讽到 我没再理他 转头把这件事 卖给狗仔 第一次公开对付伊藤城 伊大少爷 到底是什么 让你非要助我于死地 这个标题一出 加上内容都是 我以第一人称喜的 很快就引起了轰动 我还把警方回纸贴了上去 内容的最后一句话是 柳如烟要你这个破血 是他大度 如果你再敢耍诡计 伤害我跟我身边的人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放出来的消息 不仅这些 还有伊藤城当初撞死人 其实就是他开的车 他还喝了酒 我有证据 谁让他的女友缺钱 我只是给他一笔钱 他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还把证据全卖给了我 很快 警方就带走了伊藤城 期间 柳如烟给我打过电话 我接通 听到他声音就管 我爸妈也给我打了电话 但他们的意思是 趁着伊藤城 暂时离开了柳如烟身边 让弟弟多与柳如烟相处 看能不能代替伊藤城的位置 真够可笑的 我直接把电话号码给换了 陈泽的家人没有怪我 反而劝我说 恶人作恶 好人防不胜防 让我放宽心 得到他们的理解后 我真的轻松很多 陈泽很快醒来 第一句话就是 我耽误了你的出国计划 我当场就感动的哭了出来 我强烈要求照顾好他 直到他出院为止 如果不是他 躺在医院里的人就是我 他是替我再受过 一周后 他出院 我陪同 柳如烟竟然出现在医院门口 我没有理他 陈泽对着小手一张 你不去为你的破鞋 跟破鞋弟弟保释 怎么有空跑来这里 该不会是想吃回头草吧 柳如烟的目光始终落在我身上 满眼炽热 我觉得有些恶心 拉着陈泽离开 原地 坐在轮椅上的柳如烟 有几分可怜 白杰推着他 两人都看着我们离去的方向 一个月后 我在另一个国度落地 学习 工作 我忙得很 但每一天都很充实 转眼半年 陈泽打电话对我说 柳家被搬空了 柳老爷子去世后 柳父不动声色 一点点搬空柳家财产 如今的柳家就是一个空壳 只剩下柳母跟柳如烟两人之称 柳父也不提离婚 他不想浪费时间在这方面 只是他再也没有回国 仿佛在国内 没有任何眷恋的人跟事 一腾成跟他弟弟 都东了半年的监狱踩出来 一家本就没落 不愿意接纳他们 他们去找柳如烟 希望柳如烟养他们 谁知柳如烟竟然醒悟了过来 不许他们再踏进柳家半步 还宣布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 让他们不要自作多情 恶人有恶报 他们都迎来了自己的下场 而我 此时在沐浴阳光 过着舒心的每一天